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們就說回 因為 在這個 我們講的七勝四如 我們都這樣說 因為我們對七勝四如 都不算很傻 是尖聲學 其實跟外國的尖聲學很相似 因為我們有一位老友 希望通過我們這個平台 這個都是一個朋友 給我們一些 我們對我們有限的 就是跟大家去做一些解說 我們有時候很希望 在尖聲學 或者七勝四月裡面 有多少研究的 專家 都給一些意見 或者多多指教 這次來講我們就會 因為在今年來講 我們都講過兩次 所預計的東西 在這個尖聲學裡面 是相當之吻合的 我們不可以說它絕對是對的 我們要吻合 吻合來講 譬如我們用八字也好 我們用掛像也好 我們講這個 疫情的第二波延續 大家都叫做第三波 都不要緊 總之那個 病 它叫做疫情來講 是沒完沒了 我們看到這個十月的十二日 為什麼會再爆發這個第三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以一個抽分 這個時間 就用來一個分界點 就是說 在抽分的時候來講 其實就會有短短的時間 好像表面上就 好像很安樂 甚至乎好像有一點點緩和 但是如果大家再看回 就定正正 前日和昨天 秋分的時間 英國 即是現在來講 全球在肺炎裡面 死亡率高的國家 是爆發了很低 一天來講 四千四百二十二 一天來講 三千宗 也是非常之厲害 那在抽分之後來講 如果按照這個火星的逆轉來講 香港這個地方 也都會成為一個焦點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焦點呢 因為火星現在在逆行著 逆行其實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逆行不是正面走著 就是反轉 反轉會出現一些什麼呢 火星的逆行就會火轉內燒 那在人方面去理解是怎樣 很多人很屈躁 衝動 脾氣大 甚至乎是對抗性 那這件事來講 人生來講 不只是人體 可能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這是在講什麼呢 國家元首 國家元首 如果他們有屈躁 脾氣很大 火轉內燒的時候 會打起來 會打起來 是不是 那你說 如果我們用人去理解 這個火星逆轉 就是人類出現很多毛病 熱 頭痛 發燒 頭暈 症狀 還要注意喉嚨腫痛 火星逆算再加入秋 就很乾燥 那疫情來講 就更加麻煩 我們經常來講 就是說 肺炎 理論上是以行金為主 但是你沒有火又不行 你沒有火就不是炎症 所以來講 越來越乾燥的時間 一燥 你有沒有發覺 秋天的山火是最多的 所以引發來講 因為乾燥 而引發就是很多火災 跟人 或者國家的氣場 其實是很相似的 所以秋天不要吃辣 秋天真的不要吃麻辣 冬天才吃辣 因為冬天來講 那些醜月來講 濕土才好吃 麻辣 去濕 對於很多人來講 整個地球的人類來講 是大家趨向了 尤其是這個疫情的時候 是趨向了一種焦慮 還有來講 有沒有發覺到 最近有很多 香港有些醫生 或者心理學家都講 是突然間多了很多人 有焦慮症 但未至於去到抑鬱 可能來講 對未來的日子 對未來的前途 感覺到非常憂慮 情緒就要比較起伏大的 還要提一提 尤其是屬於天秤座的人 真的要注意 跟著這個火星的逆轉來講 去到這個12月12日 11月 11月12日的第三波合上 再推前一個月 即是10月12日 即是接下來 三個星期之後 三個星期之後 千萬不要放鬆疫情 如果根據尖星學來講 三個星期之後 全球的疫情 可能會出現一個第三波的回升 即是我們講回升 同時間來講 我們預測 就是聖誕之後 才慢慢緩和 正如黃師傅都講過 今年的疫情來講 我們會 估計 即是我們預測 都是說 在秋冬的時候 會再有一次 但是可能大家都可能想到 哎呀 香港現在只有幾宗 輸入個案 不是說還有三個星期又來 往往有很多時候 說完學就很難去解釋 解釋得到就不是完學 即是等於到了 到是不可可解釋的 解釋到就不是到了 好了 接著說 在未來幾個月的時間來講 另外還有些事情會出現 那些什麼出現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講 今年 天同化技 天同化技來講 就很多被隱藏 講謊 掩飾 造假 好了 幾個月之後來講 因為火星的疫痕 就令到這些被隱藏的證 即是叫做 訊息 證面的訊息 和一些證據 數據 數據 會陸陸曝光出來 簡單的一些資訊 簡單的一些資訊 可能是不為人知的一些資訊 突然間會出現 突然間出現的時候 會令到人很驚訝 是非常之 原來是這樣的 這樣的情況 大家不妨 拭目以待 看看未來幾個星期 究竟會有什麼震撼性 未來幾個月 幾個月 未來幾個月 有什麼震撼性的訊息 就會出現 另一方面 就會影響些什麼 影響到一些 有錢人 即是一些富豪 同時間來講 有一些豪門世界 會有一些事件 會受到 非常之 受人關注 或者揭露了他們一些 閃為人知的事 閃為人知 講得好聽些 或者這個不好的事情 再來就是大型的投資 還有一些有關款項方面 巨額的金錢 會出現一些生死危機之事 什麼叫生死危機之事 可能有些不見得光的錢 暴露了出來 有些大型的投資項目 不得要領 而且來講 真相就會陸續浮現 還有彰顯了給世界的人 都會知道 之前有些東西是錯的 但是來講 在未來幾個月出現的時間 大家正正就可能見到 真正的一面會出現 這樣講 師傅可以這樣講 再下來 還有些什麼影響呢 這個火星逆轉 就是對於外交 對外交來講 很特別 根據占星來講 外交方面 是繼續模糊下去 即是沒有方向 不知道做什麼 另外來講 很多婚姻會出現問題 但是合作之間來講 亦都會受到這個影響 會有些負面的事情出現 而且來講 外交上面的關係會終結 看到這件事 就比較特別一些 大家經常在那裡吹風 即是會不會中美會斷交呢 其實來講 我們現在看實際上的情況 就已經是遲了 那你無端端的 那個大事回來了 是吧 即是大家各與各之間來講 就已經是 叫做 沒有了個聯絡人 即是我們叫做 中間人 即是沒有了個中間人在那裡 其實來講 即是正如我們當時所講 我們用 奇門看過 奇門看過 是吧 奇門看過 那當時來講 就是說 即是我們當時的題目 就叫做攬炒 其實就是大家 都是不著述的 即是所做的事來講 是 只不過誰多 少 因為對公 如果大家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近公和坤公 大家在對公那裡 還有說美國會白虎槍狂 新家穴白虎槍狂 其實就是 白虎槍狂是奇門遁甲 一個名稱術語 那其實這句話就代表了 是 他們是很猛烈的攻擊 是的 那最近也有報導 就是講這件事情 是吧 我們這個 我們都重申 我們只是一個 玄學閒談 一個節目 我們兩個對政治 是完全不了解的 那只不過就說 在 在術數方面 和在玄學方面 所呈現出來的 異象 異象 我們就去解構一下 那所以來講 這個火星的逆轉 我們會看回 之前我們那兩集 做過這個 關於占星的事情來講 都是很問合 很多時候所發生的事件 所以在未來那幾個月來講 那個火星的逆轉 是會去到明年初才會結束的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估計應該都有 六七個月時間 那有一些事件 可能有一些真相 是暴露了出來的 那另外來講 各與各之間的關係 是會 可能是在 我們所見到的歷史上 可能是最差的一段時間 最艱難的一段時間 我突然這樣想 尖星河這樣看 也可不可以說 因為今年我們都知道 直連掛是地火明儀 因為年尾 地火明儀 進入尾聲 叫做退氣 會不會因為退氣 地火明儀 這個直連掛退氣 而轉回地火明儀 就是什麼都沒有 失落了 沒有光明 所以會不會退氣 重現一些比較事實的真相出現回來呢 對 對 因為地火明儀 我們講大象傳來講 就是大地失去光明 暗無天日 對 太陽下降落地 可以這樣說 太陽淹沒在昆地 對 所以沒有光明 或者有一些演繹就說 叫做什麼 無政府狀態 或者任何東西都歪曲了 其實都很明顯的 如果自己有留意 一些時事新聞 2021年榴年的直連掛 就是山火碑 對嗎 對 這個下次年尾才講 這個字有兩個讀法 有些人就好像讀墳墓的墳 那樣讀出來都有 因為跟各陰 其實來說 山火碑好像似乎就好一點 沒有那麼差 好一點 好一點 不是叫做好好的 或者我們未來的時間 我們都會進入秋冬 開始都會講 連美再講 才再講 因為我們來說 我們的習慣就是 我們要適時的時間才會講 譬如好像在年尾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 聖誕節左右 我們才會講這個新肖 講地武經 因為現在來說 距離農曆新年 都還有四個多月 那個氣氛都還未到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疫情爆發來講 都不知道明天會不會限聚令 突然間消失 跟著又緊返 所以我們都會 在最適當的時間 才會慢慢跟大家去分析 總講無用的 總講無用的 好了 這個火星逆轉的情況 很多事情我們不希望發生 尤其是在疫情方面 但如果你說用科學角度去看來講 這個疫情呢 若果疫苗未出現的時間 都會持續下去 不會說 煞時山刻 香港人很聰明 香港人懂得防疫 這一點 已經優勝了很多 香港真的好 香港人呢 香港人呢 我告訴你 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來講 很強大 不是看你的兵力 不是看你的經濟 是要看你的人口 是不是很優質 質素 質素 香港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即是香港是高端人口 可以跟大家講 好嗎 好了 接著來講 或者講回下一個話題 我們就 懷念一下 我們的 真的這個可以叫做配音王 但我們就 在娛樂圈裏面 叫做靚聲王 也有的 唱歌的 張偉文 我們都會和大家 可能會講一些舊事 或者在 我想要過五十歲的人 可能對彭炳文的印象 炳哥 才會比較 都不用過五十 四十幾 四十都可以 都知道 因為看過卡通片 他配音 大家都會知道 為什麼呢 前日 其實距離都不是很遠 因為彭炳文來說 在香港的 我們叫做 香港的娛樂界來講 都是一個很頂尖的人物 可以這樣講 為什麼可以這樣講 他在影視 歌 配播 都有涉獵 而且不是說 求求其其 可能做幾集就走 可能大家 是未必知道的 譚炳文 炳哥 是很識識的人 他是其實一個食家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最記得 他在七八十年代 好像七零年代末期 他在電台 是曾經講過飲食的 跟誰呢 陳飛 陳飛 大家都知道 都是食家 我最記得 阿炳哥有一集 真的你猜都猜不到 好像吃什麼 他說他吃過 吃炮胎 炮的胎 我小時候聽到好像很噁心 為什麼呢 他說是燒炮胎 我真的要說 不知道應該是商台還是港台 如果有這段錄音的話 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出來 我最記得 星期六下午 他播出來 他說 因為譚炳文其實是很識識的 他曾經都主持過一些飲食的節目 不單止是 我不單止是 我覺得他是影視歌播配 還是飲食界也有在這裡 因為他講得很精彩 因為他的聲音很漂亮 大家都公認了 配音王 那我們就可以 講回一點點 炳哥其實 我們叫做 剛才黃師傅講過他 就是 祖法少年人的面相 你講吧 我不是剛才講的 如果從面相看 其實他有美人丹的 對 面相看 有美人丹的那些 都是早出來社會做事的人來的 其實這個 這個相學 這種看法 幾乎百發百中 因為相學上有句話 金雞奪人堂少年走茫茫 所以 其實有美人丹的人 其實幾乎是一定的 我看十個十個都做了 十五六歲出來社會打滾 他十七歲就是打金 好像十八歲就已經開始 學配音開始 尤其是以前那個年代 不是那麼多書讀的 所以 有美人丹的人 幾乎就是 必定是早出來社會做事 因為這張照片 其實他都是介乎 二十幾三十歲那段時間 那時候其實已經是走紅了 端莊名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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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講到阿炳哥來講 他的面相其實都有些特色 為什麼呢 這張照片其實看不到 他的額 青少年的時候 其實不算很闊 其實額他比較低 但去到中年的時間 額開始闊 其實應該有些額不領 或者額不領 還沒煮少年魂 出身不太好 所以他來講 很厲害 所以他的額頭來講 就表示了 他事業心很重 而且他人很通誠達理 知錯信退 亦都很受晚輩愛戴 為什麼會是晚輩愛戴呢 因為我以前都做傳播 阿炳哥很有趣 他配音很多新人加入 當時都 他經常都說 希望他學習一下 跟他學習一下 他表面上說 我不收徒弟的 我不做 其實原來私底下 是教很多配音的演員出來的 所以來講 心裏面就好像不是的 但表現出來是兩樣東西的 他很負入後輩的 就是這樣說 而且我們看 他的耳朵很貼的 因為他現在側面 你看他的耳朵 真的很貼 如果你正面看 幾乎看不到他耳朵 就是他面不建議問事誰家子 沒錯 問事誰家子 其實就是祖輩有錢 問題是祖輩有而已 下不下他 那是另一回事的 那耳朵這麼貼 通常的人來講 最高學習力又非常之高 所以他都是一個技術人 即是貼耳的人通常就是 學習力高 還有模仿力高 這樣就做演藝界 記性又好 配音 年輕的時候 他已經有名氣了 即是很早的時候 你記得他 即是在語場片那裡已經是出道 耳朵是講早運的 他都是 晚運早運都看耳朵 而且來講 他在有一段時間 直接是自知去拍電影 重點是對眼 眉眼都漂亮 眉眼其實都很漂亮 即是如果我們用這個相學來看 其實那個眉毛幾清作 即是我們叫做 眉來講千元不要太俗 太俗就真是辛苦 我們常常說眉清是木秀 其實在炳哥他青少年的時間 就是這些來講 其實你真是看到的 還有眉順運順 眉是主兄弟功 眉來講如果眉漂亮 就多得 多貧輩幫忙 是的 眉很清作 脾氣就比較 他人比較溫和一些 忍耐力又強 其實你要看回古時的將軍 眉很粗 眉吹大的眼睛 好像張飛那些 粗眉那些 那些就叫做空神惡殺 張飛很好打的 粗眉 也可以這樣 而且眉來講其實都幾清的 你現在很多時候在屋村 見到有些捉起 八刀 唐眉都很有殺氣 眉很粗 很濃密 那些 這些就是很火重的人 那些經常都跟你在那裡咬 是的 這些很火重的人 然後眼神來講 最重要的 都很有神 你看到 雖然是這麼舊的黑白相 人有神 敬明 他做事 比較光明正大 還有 心地比較純品些 同時間 被人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心地好嗎 看鼻頭 在鼻頭來講 他就是什麼 他鼻頭來講 都有肉 鼻頭有肉 心無毒 喜歡結有 經濟能力都很穩定 為什麼呢 他很懂得累積財富 鼻也是財白功 我告訴你 炳哥來講 很有 嘴巴很重要 為什麼呢 他的嘴巴很特別 其實他上唇比較薄些 但是下唇比較厚些 但是都是算比較平均些 還有呢 他嘴巴是向上潛的 但是有一個說法 應該講看法在水路上 唇薄唇口是有分的 唇薄 唇口呢 應該講唇口 唇口 更感情的 唇薄那些 尤其是 割薄 尤其是割薄 只有一條線 那些 大家其實可以看得到 很平均 在香港也有很多這些人 真的 是寡情薄欠的 唇薄那些 炳哥來講 就是很平均的 深空的 對 他就是平均的 你又說他過口過薄 又不算是 不算 有些真是薄到一條線 上唇 你見他撈那麼多飯 所以他人中是幾深的 這張照片我未必看得到 大家看看他晚年 他奮鬥和拼薄 非常之厚度 董麗淑 你這麼多年來講 你有沒有見到 有些關於 炳哥的負面新聞 沒有的 真是模糊 說真的 他真是默默地奸雲 所以人們的奮鬥心 是拼薄的 他的拳骨很平均 你看看 不喜歡人們爭的 淡波明理 這些真是平均 他的拳骨不會霸道 也都不會追求蜜辱的 拳骨突 那些 你現在在香港 其實看到一些比較出名的 不論他是什麼人都好 你看到拳骨突 那些通常 或者飽滿 都權力欲望都是高的 對呀 我和你講 尤其是見到那些女性 那些女性 你經常見到拳骨很突的 那些你就知道 一兩個字形容 非常之霸道 那你見到阿炳哥來講 他的拳骨是非常之平滑的 所以他的人際關係 和這個 真是很容易溝通的 你想想 他在前幾個月來講 原來新患重症 他都上了嘉燕姐那個節目 再唱多一首歌 你想想這些 這些來講 是不是 人本身來講 一拍肩膀 我都要上來幫你的 那阿炳哥來講 我們中官來講 我們看到的面相 還有他的一生 其實都幾豐富的 還有都幾 我們叫他幾精彩 亦都是香港的 我可以認為阿炳哥 是香港的一個貴寶來的 因為在配音界來講 我或者無出其誘 暫時來講都看不到 他的配音 尤其是當年 當年配這個包青天 我們好像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好像陸叔指定一定要他配 就是說 無出其由一定是你的 你沒得講 而且當時 他配音的收入 就很好笑的 聽說說 講一句 都五毫子 甚至一元 不要看少這五毫子 不要看少 因為當時我問過 一句 問過電視台的那些朋友 問他 怎樣為之叫一句 他就說 麗恩 就是一句 即是有個逗號 有個逗號 跟著說 是 感嘆號 已經當成一句了 哇 你想想一集就差不多四十分鐘 所以那時候配包青天來講 我告訴你 可能在配音界 只是說人工 可能他是最高的 是吧 那聲音漂亮 那聲音漂亮 真是我跟你說 那聲音一樣 配什麼 配什麼 配卡通片又行 配小孩又行 對不對 即是最為人 熟知來講 當然是配這個包青天 包青天 非常之公義 非常之公正 又有氣勢 是啊 所以來講 炳哥離去 都是我們一個 播音界 影視界的一個損失 不過沒辦法 年紀大 新老病死在必經階段 好啦 那我們在這裡 就勉懷炳哥 的一身 或者大家 看他的面相 好啦 跟著下來 我們就 最後一個話題 最後一個話題 比較熱滿些 我們因為剩下時間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可能真的要延長 因為我們很多 那些生活的玄學 抗勢局 和大家去 希望豐富些 那跟著下來 我們就會講一下 匯豐 這陣子最多人 關心一個話題 匯豐跌破了 跌破了28元 今天收市是28.75元 但好像day load 好像是27.75元 曾經好像見過27元 是啊 但因為 那為什麼說他呢 其實在老一輩的 香港人說 收息股 很多都買了這隻匯豐股 我們就好像幾個月前 去年應該都回顧了 不是去年 即是在年初那時候 年初那個獅子 燒了 燒了 然後拿走了 然後封箱 封箱 封箱就收你了 我們當時就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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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就入務 即不是叫入官 都是入務 入官 都是入務 我們當時的 題目說 要這一對獅子回來 匯豐才有運行 因為為什麼呢 匯豐 就跟香港的命脈 其實 就不可分割 匯豐沉 就香港沉 匯豐島 就香港島 即是可以這樣說 當時我們都已經說過 因為為什麼呢 匯豐來講 是守護了匯豐在香港 這麼多年 他一出事來講 香港就是出事 其實匯豐是代表了香港 在銀行來講 真的代表了香港 而且風水又不是那麼正 即是我們可以這樣說 其實很多人講過 風水來講 在匯豐銀行大廈 就是他的地 地下 沒有根基 好像閘不住腳 即是去年我們率先講匯豐的獅子 亦都介紹了這對獅子的來龍去迷 但是無毒有偶 匯豐的地址是花園道一號 即是向南 我們經常強調 今個月向南 就很嚴重 五王道 因為五王道25交加 留年是二黑 留月五王道 無毒有偶又這麼巧 他在下面正門那裏 無端端做了空心米 是的 一來 所以來講 我們幾個月前講的東西 即是我們所做的預測 都是意象 都是意象 都是有少少吻合的 即是跟我們實際的情況 是很… 我們那時候都講過了 即是說匯豐可能都沒有什麼運行 即是你今天所看到他的股價跌到這樣 大家哪會想到 當年08年那個招股價來的 招股價是28元 當年28元 對 九五年跌到最低 今天9月23號 9月23號 今天流日就是二黑到南方 是 流月也是五王 流年也是這樣 剛好幾樣東西加起來 即是風水學上那裏看到 另外一樣東西來講 即是除了匯豐的風水 當初來講 他起的時候 即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都不錯 他好像是不是二十號那天 穿破三十元的 好像是 二十號那天 就是五王到南 流月 所以我們這樣 我們都 一再強調一下 其實匯豐的風水來講 香港呢 即是踏入了九七之後 其實在八運 基本上不算漂亮 不漂亮 所以來講 現在香港來講 就說兩絲重光 才香港有運行 另一方面來講 即是說香港 在香港來講 華人的代表人物 就是黃東勝先生 華氏人 即是可以說的叫華氏人 黃東勝是一個很資深的銀行家 對香港的金融業 銀行業來講 就相當之大貢獻 即是在過去幾十年來講 因為曾經任職過 也都渣打 一個華人能夠在匯豐 或者在渣打 即是做到這麼高職位來講 是僅有的 即是如果我們在香港的 我們可以看這個 即是金融市 或者銀行界來講 是比較少有些的 所以來講 一個主事人 我們常常都會覺得 他的運 也都對他所任職的機構的運 也都是有少少關係 有 有牽連 好了 我們就 將黃先生的八字 推論了出來 因為為什麼呢 找八字的事情 我們曾經都講過 並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就 看到那個格局 就較為大 還有幾次 他之前曾經所發生的事 尤其是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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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都用這個紫微斗數 會看過他當年來講 破了庫 原來他當年來講 曾經好像是被盜竊的 因為有劫殺 那麼我們就認為 他應該就像這個時辰 似這個甲人士 似這個甲人士 因為如果在八字體 也有一個看法 就是什麼呢 因為這八字當中 他1913年 轉入任神大運 當年2015年是月尾 而無道有毆 任神月尾都合了兩個木局 一個甲 一個是人貌臣 一個就是海貌味 就是兩個木局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你木這麼重 你沒有火去洩 就直接黑他的肚子 那當然了 他有個五火 沒錯 但是五火 一分鐘關掉了 為什麼這麼多木 是吧? 就是很現實的 我們去燒東西吃 我們炭就是木了 炭一多 你覺得那一點點火 是不是蓋熄了 蓋熄了 就是五火沒有力 去洩木器 直接黑他的冒土 因為他冒土日圓 就是他熟土 木是黑土 土就是他淺 因為他火土為用的話 土就是他淺 這樣黑下去的話 那就不見錢 是啊 其實是這樣說 如果兩體 因為不是認錢 是認身體 差在認哪樣的 金草木 就是僅有個 有個劫 或者有個關要過 我們看看 在網上的資料 就說他2015年 好像家裡 被盜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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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多萬 到現在都沒有抓到 好像 那個資料就是這樣 另外 在這個紫微斗數 看到一樣東西 又是同一樣的 是啊 就很相近 那見到 他如果用八字 或者用紫微盤來看 就似乎今年流年是不利 不利 因為行金水 之前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是寄金水的人 今年的影響就比較大 比較大 如果你明假是起金水為用的 影響少 甚至乎是沒有影響的 如果你寄金水 好像起庚子年 庚子 庚子這兩個字 就是金水雙食材 其實是跟一些是非爭拗的東西有關的 還有一件事 紫某刑 紫某刑是什麼 刑 某是他的工作 是呀 紫某刑 無禮之刑 這個無禮之刑 令到沒有麻煩出現 所以在這個 可能在工作表現上 我們外界不知道 或者內類的人不知道 在這方面 就形成到損失 或者叫做損失 因為水 就是他的財星 尤其是 官也是壓力 是呀 工作壓力 如果火不夠的話 始終對他來說 就是形成了一些工作壓力 是非爭拗的東西出現 還有紫辰也是合水 接下來的醜月 害子醜又有水局 剛才那個水局 還更加難 接下來的醜月就是一月 即是他要破財 破財 即是說 如果跟匯豐有關 可能匯豐的股價繼續下跌 是啊 那你一個命盤當中 如果他沒有運閒 其實他的運勢開始回落的話 其實真的很大影響 就是他稍微漂亮的運味 就是上一個03年行的那個 貴智運 是吧 因為木桂合火 木桂合火 那個火魚通了 是啊 所以就相當有力 是啊 但是現在他轉入一個任神 大家都認識八字的朋友都知道 任神就是水來的 是吧 神創 木月桂 這個都是水來的 是吧 有個水庫在這裡 其實就是說 會越做越行 是吧 加上很多東西配合 當然不是說一個就這麼大影響 是吧 始終這麼大的機構 但是 如果我們在玄學上看完他 一對獅子又困住了 又未蒲回頭 是吧 這對獅子來說是門神 是吧 是吧 大佬的守護神都不見了 守護神 怎麼能守到那些財呢 是吧 戴不到那些財 因為為什麼呢 這對獅子是曾經在70年代做過錢鞅的 是吧 是吧 也幫了很多人 教導了很多香港人 儲蓄 儲蓄 這個習慣就是這隻獅子 所以這對獅子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對香港也是相當之重要的 所以那些獅子來說呢 你一天不把它拿出來的話呢 匯豐我看來那個運勢都是很弱的 是吧 而且來說還要找高僧大德來開光 沒錯 一定要開光 所以我們是兩師重光 這個重光 重光 一個意思就是開光 一個意思就是見光明 重見光明 這樣說 香港就有危險 我們希望呢 如果有關匯豐的 管理層 聽到我們兩個人微言輕 不是迷信 不過不到你不信 我們有一點點的建議 盡快 盡快 將兩隻獅子 起碼使賣匯豐的 有些信心 古民們 有一個希望 人最重要是有希望 沒有希望 什麼都不用說了 沒有希望就不行了 今天來說又超了時 其實我們可以繼續延長仔細一點 今天就多了話題而已 多了話題 我們每次的話題都很豐富 因為排隊這樣上 我們希望內容就比較豐富一點 因為有一點雜誌式的節目 所以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追雨的時間 我們營雨的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好 希望大家中秋節快樂 拜拜 拜拜